ominion 您的下期收听收听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好的报导 更深入的访谈 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话题 因为台湾一直以来 都会比较强调所谓人权利果 我们也看到 的确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很多的人权问题 慢慢的这些有一些改善 可能包括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些 比较显著的一些 可能包括所谓的移工 在某部分的移工的权利 好像改善 可是很多的时候 移工的权利的问题 还是一样没有变 所以这个人权议题 虽然我们强调人权立国 而且强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现实上面 仍然有很多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 其实每年都会出版了 一份的这个国际的人口翻译的报告书 他也把台湾列入其中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施易翔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易翔你好 关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请易翔先来跟我们讲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人口翻译报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告 大概有多久的历史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那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美国国务院的这一份报告 我们通常叫做TIP report 就是这个一个人口翻译的问题的报告 然后它其实是根据一个叫做巴勒默议定书 它其实是联合国的一个在针对人口翻译议题的一份议定书 然后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定义 然后美国国务院就会根据这个议定书所要求呢 去评比全球各国的这个有涉及这种翻译问题的这个 它有一个评比这样子 那这一份报告书其实它的历史大概从2000年到现在 每年都会在夏天左右会公布 那台湾其实是在2004年开始被美国的国务院做评比这样 那它这一份报告书的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结构 大概就是会它会先做一个具体的建议优先建议 然后建议完之后它会就起诉 然后保护跟这个预防这三个面向分别的来谈 那这个国家在人口翻译的这个努力 以及相关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这几年会开始在每个国家会去做一个 它这个国家的人口翻译问题的一个一个概观 所以台湾大概在这个概观里面 就会看到台湾的一个人口翻译严重的问题 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报告书 它的研究方法 或者是它怎么去了解每个地方的人口翻译的问题 是 就我的了解就是这个美国政府 它会去透过一些问捐或实地的访查 当地的一些公民社会 然后以及问政府相关的一个像移民署 劳动部约署这些地方的他们提供的一些资料 那美国政府就会根据这些资料 以及他们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 然后来写成这一个这个报告 那这几年这个我们一些关注与公文议题的 当地也都会被这个美国就是台湾协会 AIT去邀请去提供一些资讯 然后做成他们每年报告的内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实地访查 然后会看一些客观的 可能包括法规或者是一些相关政策的内容 然后来作为他们评比的一个标准 对他们也会分析一些 就人口翻译防治法 我们的检察官的起诉率 然后法院的定罪率等等 那跟台湾的关系 刚刚是讲到2004年的时候是把它纳入 把台湾纳入到这个人口翻译的这个报告里头 那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在台湾你要想象我们有人口翻译的问题 好像怪怪的 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是真的很严重吗 还是它只是 只是为什么会往台湾纳入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好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大家可能会忽略 但是人口翻译它的几个样态 包括性剥削 劳力剥削跟器官买卖 对 那台湾的器官买卖大概比较少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谈的一个 这个柬埔寨可能会谈到 那但是台湾开始会被纳入 人口翻译其实是因为性剥削 因为台湾早期会有这个对于中国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女性 然后引进他们来台湾 从事这个非法的性工作 然后就是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 所以台湾的 其实人口翻译防治法 之所以会立法 其实是在这个TIP report 以及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 压力之下 对我们才去立法 然后开始针对性剥削的议题去做处理 那这几年其实性剥削 台湾的性剥削的状况 大概已经比较少了 那所以这几年报告都强调在移工 强迫劳动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人口买卖 那种人口翻译的概念 或者是这个样态 事实上是有很多种的 那回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状况来讲 那当然也包括公布了今年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人口翻译的 这种评比的报告 在国际之间 台湾的人口翻译问题是严重吗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横向的比较 那如果跟过去的台湾人口翻译问题 比较起来 这几年有什么不同呢 好 如果跟其他国家比较 我最近有在看这个伊朗跟阿富汗 他们的人口移动所造成的一些人口翻译 那他们那边不管是对男童的一些 有害的习俗 或者是对于一些贫穷者难民的 这个劳力剥削性剥削 其实跟台湾比起来 真的台湾是比较好 那但是台湾对于一些非公民 像是家事单领看护工 还有外籍愚工 这些也是因为国际移动 然后因为相关的人权保障不足 所以很容易让这个 这一些非公民 然后非台湾人的这一些人 受到这个强迫劳动的问题 那所以台湾其实 从早期的这个性剥削到现在 主要是以劳力 剥削强迫劳动的这个议题呢 我会觉得它是一种类型的转换 类型的转换 对但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觉得只要这些都还存在 其实就是严重的问题 类型的转换是什么意思啊 类型的转换就是包括 就是我们过去传统会以为 就是是外籍移工 因为制度还有仲介雇主 对他们的一些剥削 但这几年我们看到 有一些新形态的 这个强迫劳动发生 比方说一些已经招生不役的 这些大专院校 然后他们开始利用 类似的一种 透过仲介欺骗东南亚国家的学生 那台湾名义是留学 但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 可能更可恶啊 当然当然 对就是人家这个 这个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人家来这边就是来读书的 然后或者说你出来办公办读 或者某种产学合作 结果你骗到工厂里面 然后那个工厂的待遇 又是一个很糟的待遇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假借某种的文明 假借某种的进步 假借某种教育自民 去实施这个博学 当然这可能不是政府的问题 而是这些大学的问题 可是它绝对跟制度 不是有关 或者政府怎么去介入到 这样一个现象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的面向 那你刚刚谈到说 它是一个国际的评比 所以台湾的这个 在里头的评比的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呢 好 这一个 TIP report报的评比呢 大概会把这些国家 分成大概三级 那就是第一级 叫就是 通常我们都会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 你有做到基础的法治 然后你有进到一些基本的 一些人口翻运的调查 然后相关的责任的追究 等等的 那大概就会落在第一级 所以第一级大概就是你有做到 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些防治人口翻运的要求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级 所以就是及格60分 及格60分 那第二级大概就是 你有这些问题 然后但是你有稍微的一些改进 但是做的还不够 那其实就会在那个第二级 然后真的完全不理会 人口这个 这个刚提到的这个巴勒墨议定书 然后完全放任这些犯罪集团 然后这些发生 然后政府毫无作为 就会在第三级 所以台湾是 台湾其实已经连续 大概十几年都是第一级 好像是14年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被列入报告书感觉 第一级感觉 哎不错 可是被列入报告书 或者是其实有更好 它是不会列入到报告书里面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 它应该是全球各国都会 全球都会做回笔 包括美国自己它也会 也会做 所以我们还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相对是好很多的吗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 可以这么说 从比较的 从比较的概念底下 可以这么说 可是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 一开始我讲我们是人权利谷 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人口发明的问题 我想就是 台湾确实在整个亚洲 或国际 包括像Freedom House 或Civics Monitor 或者是一些联合国的一些评比 我们确实在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 其实目前站在一个相对是比较先进的国家 尤其在亚洲我们 包括Freedom House 然后无国界记者 或者是一些 包括我们通过这个同性婚姻 这也是 这几个指标都显示 台湾确实可以说是 人权进步的国家 但是非常讽刺的就是 我们的 不管是政府 然后法治 或者是一般社会大众 对于在台湾的非公民 其实往往是适而不见 或是不会认为说 他们的权力被剥削 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我觉得很关键就在台湾 其实很多的政策 法律或政治人物 他们会愿意去改革 愿意是 有基本的一些 包括政治民主选举的 这些机制 然后让 就是说 政治人物在这种 民意的这个要求之下 会愿意去推进一些 人权的议题 可是我们看到 对于一些非公民 像移工 他们根本就没有投票权 然后他们的意见 也经常不被 不被中 包括像疫情期间 所有跟防疫有关的 或是其实移工都被 都被 怎么讲 就会被限制 被限制 被边缘化 或者是最后才想到 就是失联移工 或者是把你关起来就没事了 对 那个 苗立国 对苗立国的 对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台湾如果要真的 称得上所谓人权立国 他其实是 更应该要对于 包括移工 包括无国籍者 包括来寻求庇护者 就是像我们一直在讨论很多次 移民法 滥民法等等这些问题 对 他也会是在这个 评比项目里头 只要 这些涉及这个我刚刚提到的 劳力剥削 性剥削 跟器官买卖 就会在这个评比里头 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在强调一件事 所谓的公民跟非公民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从你的这个回答当中 是有一些很大的落差 待会我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不过 虽然你刚刚谈到说 在整个国际平均上台湾被列为是第一级 可是有一些组织 例如说包括这海洋 海鲜倡议小组 跨国联盟 在这些这样的一个组织 或者台湾的一些国际团体 或者这些台湾的刚刚谈到 移工移民的团体 他反而是反对 把台湾列在第一级 他觉得实际的情况是 是更为严重的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 我们用那个第一级 大家应该很开心吗 那为什么这些 实际上面的第一线的工作者 他会觉得其实我们是不够的呢 那到底现实跟这个所谓的 这些 平比之间的落差又是什么呢 从这些移工团体 从这些海鲜的这些所谓的团体 或是这种国际海洋保护的 这些移工团体来讲 那他们看到的这个面向 有什么不同 好 就是正因为我们第一级 那个政府都太开心 然后开心过度了 然后 然后就会忽略了 其实报告内容里面 其实这个 里面会列了非常多 台湾的这个 假摩劳动问题 以及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样 那我就 请问各位观众 就是说 如果 过去如果你考了 及格60分 你会 真的很开心吗 或者是 就是说 你作为 就是只是及格边缘 你会很开心 其实 其实 第一级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 我们之所以会要求 这个 美国应该要把台湾降级 其实就是 看到过去每年 台湾第一级 不管是媒体还是政府 其实 都会就是 非常欢庆的说 台湾就是 是第一级的国家 然后人口翻译问题 不严重 所以我们就 讲好棒棒 然后就过去了 但是 你如果 有仔细的去看 历年的 这一个 Tip Report 台湾的部分 你会发现 为什么去年的报告 跟今年 好像就是 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差不多 就几乎 那个文字几乎都一样 还有 那就是 就表示 我们就一直在60分左右 但是根本没有想要进一步的就是改善里面的很多具体的问题 那包括这个家室移工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没有一个符合牢基法基本的规范 然后包括这个圆阳鱼工的血汗问题不断的发生 这个都是这几年不断的在强调重复的问题 但是 就是我们政府其实每次高兴完然后就没有下一步的作为了 嗯嗯嗯嗯 我其实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上 里面我也用了这个人口发育报告说 我其实在节目当中在以前有谈过 但是我今年在看这个人口发育报告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它其实长得差不多 然后原来的问题它都一直是存在 那其中其实比较严重是你刚刚谈到了这所谓的移工移动的问题 这包括他家室劳动的这些移工以及叫远洋的移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头来谈这两种类型的这种移工 他们实际上面遇到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为什么政府人家已经提出那么多次了 不管是国内的团体也好 或是国际的团体也好 或是刚刚谈到的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人口发育报告说 你们都提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善 那到底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到底对政府来讲有什么困难 我们先休息一下 美国国务院来公布 共享新的尼多专举 控制人口幻文的评逼 我们台湾已经少了十三年 好像在上官 高级的市场 但是我们有民安团队认为 说我们还只是复合相级的标准 而来政府对这个事情 如何回应 说我们台湾会继续更化 年少十三年 台湾在人口幻文控制 在到这个国务院第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 日空二十年 全球控制人口幻文评逼 只不过这份报告结果 应来很多民安团体不完 大小国务培评台湾 这是虚名 因为最近一直有我们国民众收拼 全港走去海外 非法做早期 变成真靠黄昏受害者 要过二十一天来台港走 当其的路律比百事的问题 民团经历 共用无重视 无接规作为 2020年到2021年 还有今年的报告里面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一样的问题 还是没解决 可是还是维持在第一级 一毛钱都没有借的愚工 却可以被捏造 被要求 写这种根本假的借句 这不是常步劳动 什么是常步劳动 这不是人口反应 什么是人口反应 自然这份预讨布局 台湾地区第一位 严股布局也有公告 能够万用于准 公布务动问题监装 而且以后 尽快退入博社困境 中央市会认 将会继续打拼改善 为了规划新一波 的两年防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 移民署除了会持续 虚心广纳各界建言外 也会在今年八月底 举办防治人口贩运 国际工作法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 民间团体一起研讨 雷正部表示 这次评比代表人口在中国人口贩运 国际都看到 将对美国建议 国务会将会继续办理相关 红罪工作 要在今年的五月 办法相关各位 陆时我将会继续观业播中 继续继续继续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跟Podcast频道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报道更多的议题 做更深入的报道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施逸祥 逸祥你好 关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逸祥也跟我们介绍了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 报告书 那这过去几年的发展 以及台湾在这个评比当中的表现 那当然也提到了 在台湾的一些NGO 觉得台湾的实际的状况 可能并不像评比的结果 说的那么好 但是苹果的结果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它只是在一个 所谓的一般的及格 就是还OK的这种状态 那其实在这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样态 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经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已经好几年 这个节目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 我记得以前你也来谈过 是鱼工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鱼工的问题 我们这个是国际鱼工远洋鱼工 以及这个家户劳动的休假的问题 为什么弄了这么多年 那国际的团体也说 国内的团体也说 政府也不是不知道问题 为什么这一次 他们现在受到所谓的劳动剥削的状况是什么 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改善 好 这真的是一个体制制度 我一直说台湾的血汗鱼工是一个 治理失能的问题 怎么说呢 是因为 其实我们谈鱼工鱼工是工人的问题 它是一个劳动权的问题 但是很讽刺的是这个远洋鱼工 他的主管机关目前竟然是鱼业署 就是一个负责鱼业鱼业产业 然后他其实应该好好专心 是在农委会下面 农委会下面的鱼业署 对 那我们的劳动部呢 其实是对于这些境外聘雇鱼工 他说因为不是根据就业服法 引进招聘的鱼工 所以不受劳动部管辖 这样子 那他只管所谓的近海 依照GF法引进的这个境内聘雇鱼工 但实际上 我们知道包括劳检 包括很多近海鱼工 也有很多问题 包括那些鱼工 他们的护照证件被扣留的问题 然后淘宝率不足的问题 然后等等的 其实这个近海鱼工 其实虽然是用劳击法 但实际上他们的一些劳动的状况 也是很非常的糟糕的 就我们前几天跆拳会 你知道现在七月 就是七月份的时候 鬼月嘛 我们就 我就写了一个鱼工的鬼故事 就是因为我们渔船 还使用非常老旧那种厚重的救生衣 所以船长船东 就会命令这些鱼工说 你出海作业 不要给我传救生衣 因为会影响你的工作 不能够换比较轻便安全的救生衣 我那个 延线鱼工工会的利华 就有开过记者会 然后倡议鱼业署 就应该要更换那种轻便的 然后掉到水里面就可以冲气的 那但是鱼业署目前还是 他们有在研发 但是还没有办法普及到每一个鱼工 是研发是没有实际上没有这种东西 其实有 是有的 那其实应该是在相关的鱼业作业的规范里面 他不见得跟老朋友有关嘛 既然是鱼业署 那我们在鱼业的作业规范里面 不能够要求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吗 这不是 从我的比较粗浅的角度 那不是可以解决 规范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都 其实他们也都会放救生衣 然后但是就是给这个 鱼业署啊 劳动部检查用的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会传 所以是一个装饰品 是一个装饰品 对 这是只是其中一个 那其实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在倡议的 其实就是 那个在这种数位网络时代 大家应该很难想像 你 长时间不使用手机 以及不跟你的一些社群 然后去联系 那圆崖鱼工 其实 他们一出海 最长 最短17个月 最长22个月 都没办法使用网络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在海上发生一些 一些问题要申诉 或者是他们要跟家人联系 其实都会遇到困难 那甚至在圆崖鱼船上孤立的一个环境 你不能对外联系 对 然后 这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是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 我们现在也在倡议就是说 使用网络是人权 然后鱼业署应该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我记得这个题我们三年前都讨论过 所以 架设网络很困难还是怎么样 就是 其实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些渔船 已经有架设网络了 然后 它确实是需要一笔经费 包括架设网络 以及 有了系统之后的那个网络租金 那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样子 但是其实同时间 我们知道鱼业署 它为了要防止强迫劳动 它其实花了很多的经费 在船上装设CCTV 然后 以及希望保留这些影像 然后去防堵所谓的 一些强迫劳动虐待的事情 那 如果CCTV 其实 鱼业署愿意投资 那为什么 WiFi不行 那 我们会觉得就是 这些对 鱼工有利的这些 政策啊 这些 其实 对于船东 这些雇主 其实也应该是有利的 因为一个 一个友善的 然后 有利于鱼工的一个劳动环境 其实 你也可以 让这工作效能 然后更好 然后 劳资之间的关系 会更和谐 这个应该是 正向的 对正向 业界跟船东 应该要 就是不要都害怕 鱼工 使用网路是不是就会申诉啊 是不是就会 去 一天到晚再找 船东麻烦其实 并不会这样 所以其实它是在孤立的环境当中 它不只是身心会出现问题 一旦真的出现事情的时候 它其实要求救 可能也都没有任何的机会 对 而且我们听这些鱼工说 就是他们一出海 然后可能 本来家人还健在 一回来使用网路发现 家人过世 他根本就说 或者是有一些鱼工 就说 本来 那个是夫妻的 然后 跑完船回来发现 怎么就是 已经跟别人跑了 或什么的 那个其实都是 在这种没有网路环境下 会造成的这些问题 你说明有网路有联系这些悲剧 或者是这些遗憾也 比较不会发生 或是至少是减换这项的现象 产生的机会吧 那当然在最近这几年 还有一种新的 这种比较国际的 这种 这种劳动剥削的情况 就是我们刚刚 稍微提到的就是 国际血汗学生 对 那这个当然在 这个当然在台湾看起来 就是报纸在 媒体在去年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很厉害 那高教科会一次以来 都在关心这些议题 还有很多的媒体 都在关心 那 这个国际的人权的 人口翻译的这些报告说 你们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好 其实 三年前的TIP report 就有写了 对 那 这个问题也不是三年前才发生 其实更早是 那个康宁大学 应该是五六年前就 就连环报 一系列的 那这两年 包括中周 包括 这个高院科大 就是 又再报出来 而且 整个 这些国际学生 他们遭受的待遇的 这个 状况呢 其实 并 完全就是跟 五六年前 高零大学的状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这一些 过去是 这个专科学校 升格为大学这些学生 那这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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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招生不利 所以 开始去想要 呃 招收一些国际生 透过仲介 然后招收很多 包括非洲 东南亚 呃 的这些学生 然后 呃 我们看到 呃 一些相关的资讯 会显示呢 呃 校方 会 透过一些亲友 或者是 呃 在海外 呃 类似仲介的这种身份 然后 去 呃 呃 呃 给这些 呃 这些 学生的一些错误的资讯 包括跟他们说 呃 会有奖学金 然后 会有什么什么科系 然后 呃而且可以边打工 边边赚钱 然后也会有双语的环境等等的 但 来到 台湾 就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很多的学生都显示 呃 他们去实习打工的那些工厂 嗯 根本就跟他们 所读的科系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对 然后 呃里面就是长时间 长时间工作 然后 呃一些 呃加班费可能也拿不到 等等的 然后 呃 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 这好像是这个学校自己去搞出来的问题 但是他会记在政府的头上吗 或记在这个国家的头上吗 好 呃其实 tip report有写 其实 这样子一种类型的 呃 呃 血汉国际学生 呃他其实是被 呃 放在一个很大的 一个 呃 政策叫做新南向政策 OK 对 那在这个新南向政策的这个框架底下 呃 这些学校就 呃去 呃 这个 呃去用所谓的新南向专班 然后来招募这些学生 嗯 那呃 呃 老师提到的这个 呃 这个政府的角色呢 其实非常的关键 因为 呃 我们的教育部呢 嗯 其实 呃 在相关的案件 其实 呃 非常的消极 对 其实每次 呃 其实从康宁大学 报出来 呃 就是 呃 连环报之后 呃 呃 可以说 教育部应该是毫无作为 甚至 呃 我们 好几次都要求教育部应该要通盘的去调查 到底全台湾这么多的这个大学有没有 呃 同样的同样的环境 它是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教育部 呃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事情被爆发 他们就一个案一个案的去处理 那 再者就是 这一些 呃 学生他们有 到工厂去工作实习的这个事实嘛 那 他们也是作为一个 一个劳动者 嗯 那 我们的劳动部 呃 呃 在这里面也应该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去这些工厂进行相关的劳解 然后 比如说过去我们 呃 呃 有些所谓的尖叫声也是被血汗剥削的状况 那现在这一回学生也类似一样的情况 是不是呃 也应该有这些相关的机制来防堵这些强迫劳动的情况 另外一个现象也是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去 然后被限制他的自由 然后甚至被强迫犯罪 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人口败运的类型 就是我们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或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也值得去关注的问题就是 呃 去 开始去救这些人的 其实是网红 是YouTuber 但是政府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刚刚后来看到 这个警察啊 回到这个 机场上面 然后就看到很多影片嘛 说你不要出去不要被骗了 那他可能不要有作为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呃 这个真的是现在 这也是在那个 人口败运报告书里面有提到的内容 呃 呃 台湾的部分是还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 呃 但是在 包括前普在缅甸 这些实际 呃 人口败运 发生的这些 应该会 因为 因为这个 呃 类型的犯罪呢 其实不只是台湾人 包括中国还有 各个国其实都有 那 呃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至少 可能 呃 它是发生在这个 柬埔寨的一个叫西港 的一个园区 好 然后那个园区其实就是 有非常多的这些 呃 任何发运集团 他们会 呃 去透过他们的各种 县去 把人 从他们的国家 骗到西港这个地方去 那 呃 从我目前所知的 很多被骗去的 其实就是台湾人 呃 呃 跟这些集团合作 然后把台湾的台湾人 呃 骗去那边 然后 呃 比方说我知道的一个案例 呃 就是有一个 呃 台湾的一个健身的 一个 算是 呃 教练 然后 他在菲律宾加入那种 私人的教练的社区 然后 呃 里面就有个台湾人 就呃 骗他说这个 呃 呃 就是 呃 柬埔寨那边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工作要不要去 然后 呃 呃 呃 那边也有人可以就是 呃 高价的包养你 然后他就这样被骗去 然后 呃 其实到柬埔寨的 金边的机场 就会发现 街头的就是 跟原来说的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就呃 呃 呃 这个西港的这个 呃 呃 如果是 男性可能就会去做诈骗的工作 然后呃 呃 女性可能就会 就会被性侵 然后被暴力对待 被电击 被当猪龙 就是 现在释出的很多资讯 就显示那个是极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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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灭人性的一些一些犯行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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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往外,包括白朗、張安樂其實也有動用他的關係,救了一些人出來 但到目前為止,台灣政府一直沒有相關作為 甚至有很多的這些在裡面對外求救,也找到台灣政府 但是我們的警方可能就叫他自己找外交部 外交部可能就會叫他自己去找當地的使館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所以這整個過程裡面,台灣政府其實是有一個所謂的人口販運防治回報行政院 裡面有些民間委員,政府都會定期開會來討論販運的問題 那就我所知,其實應該是最近的一次的會議 應該台灣政府應該已經有注意到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可能也會啟動一些機制 但這個機制到底有沒有什麼幫忙,包括就是說 現在已經有些人救回來了 那這些人救回來可能有這個信心後的這些創傷 被暴力對待的創傷 我們政府怎麼樣啟動相關的機制來協助這些人 就是療傷或者是心理輔導的機制 或者是去協助這些信存者度過這段 甚至有沒有可能去追究相關的一些責任 因為他們就真的據說一個人好像就是大概將近22萬新台幣的這個價格 然後你才有可能把人輸回來 然後過程中那些暴力對待什麼的都是蠻嚴重 而且目前為止還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包括柬埔寨當地就是那個網紅在救人的過程中發現 跟柬埔寨的警察去說的時候 很有可能這些警察就跟這些犯罪集團是有掛鉤的 所以在救人的過程中可能走漏消息 然後要救的那個人就馬上又被轉移了 就表示這個是一個柬埔寨政府跟當地的這些犯罪集團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台灣政府在柬埔寨也沒有一個就是說犯事處 或者是有彼此之間有這些外交上的這些關係 那在救援上又會更困難 不過我們錄影的時間是8月4號啦 希望我們錄完影之後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 到播出內可以有些更積極的作為 不過因為到現在為止看到的大概就是警方會去在機場裡面做一些提醒或一些警示 那可是包括實際的救援行動 或者是剛剛談到這些之後的這種所謂的療傷的這些問題 甚至它可能是一個國際之間的合作打擊犯罪的問題 這應該都需要更積極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最後我想要請教逸祥的是 我們剛剛談到很多這個所謂的人口販運的一些問題 但是台灣政府並不是毫無作為 那最近這幾年台灣政府在人口販運的這個改善的部分 他做了哪些事情 還有哪些是我們在需要再做改善的呢 是 因為這幾年台灣的人口販運問題 都集中在這一個強迫勞動 尤其是外習餘工的部分 所以包括美國歐盟還有公民社會都給台灣血汗漁業的這一個很強大的壓力 所以漁業署在今年有一個叫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 那它其實是這個漁業署跟公民社會開了非常多次會議之後 我們民間團體給了一些建議 那裡面包括會有七項的這個政策措施 包括如何定期的去調整這個鴛鴦魚工的工資 如何落實比如說在漁船上的這個出勤表等級的問題 然後如何評鑑跟規範仲介等等的這些 試圖透過一些政策來改善這個援揚漁業裡面血汗剝削 然後強迫勞動的這些問題 那就表示就是說台灣政府開始有一些作為想要來改善這樣 那但是我們比較擔憂的其實還是當漁業署在面對一些比較傳統的這個漁業 因為漁業真的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產業 然後那些漁會啊船東啊可能都還是用過去那樣子的一個思維 因為畢竟這個在海上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不管是任何人都非常辛苦 然後它是一個要跟大海要用生命去拼捕 然後去捕魚的這樣子的 那確實它的勞動環境形態都跟工廠工作不一樣 那但是政府反而應該要協助業者來進行一些很重要的一個改革 然後來去創造漁工一個尊嚴的勞動環境 那這個方向其實也才能讓台灣的漁業永續經營 因為現在已經面臨到海洋資源枯竭 然後國際油價的這個上漲 也包括很多海外的市場都已經開始在禁止 那個血汗勞動的這一些商品 新疆棉 其實我們台灣的漁業製品是跟新疆棉是並列 在美國的這個禁止強迫勞動清單裡面 那而且也真的有漁船的這個漁獲被扣在美國的海關 沒辦法去做生意 那所以為了要讓這個台灣的漁業有競爭力 然後永續經營下去 政府應該要帶動大家去做改革 才有可能去解決血汗勞動的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人權的問題 也不是一個純粹國內的人權 它是一個國際人權的問題 那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人權問題 而是一個台灣國際形象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想要去跟世界接軌 甚至我們也希望更多的盟邦跟友邦 來支持台灣的國際地位 可是在這個支持的同時 其實這些友邦們也提出了一些提醒 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這也不是只有他們提出建議 在國內不管是媒體也好或是NGO 早就提出很多很多的建議 那政府真的要去改善這些現象 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會記在政府的頭上 那其實對台灣的國際形象 絕對不會是一件好事 今天非常謝謝伊翔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回 拜拜 謝謝 拜拜